各位風雲 帶您掌握立法院的第一手消息 要帶您來關注到的是 今天是禮拜三 那麼在立法院是委員會 那麼在520之後 新的內閣也上任了 那麼相對來講 今天來到立法院的部會首長 都是剛剛上任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來到立法院 只不過昨天在院會 是二讀通過了 就要藐視國會罪 那麼這些新任的官員 對他們來講 心裡會不會有一點隱隱 未來在國會背訓的時候 會不會自自的來斟酌呢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文化部長 小野怎麼說 其實我滿怕 因為我講話亂講的 而且我是一個滿輕鬆 很愛開玩笑的人 那以後到立法院 我覺得稍微嚴肅一點 但因為如果是 可以聽到 就小野是講到了 其實自己是一個 比較愛開玩笑的人 有時候講出來的話 只是為了幽默 但是會不會未來 因為這樣子的幽默 反而在國會上 形成了藐視國會 他說他以後接下來會講話 比較嚴肅一點 也會特別注意 只不過今天還有另外一個焦點 那就是環境部的部長 就彭啟明 今天也來到立法院備詢了 當然大家也會問到他了 藐視國會罪 你自己會不會擔心 不小心踩到那條紅線呢 一起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我個人來說的話 我是尊重大院的各種的指教 我會遵從大院的方式 那我本身我也不會 我是一個非常nice的人 所以我很少會去生氣 所以我相信我可以 尊重各位委員的各種的指教 各位委員的批評 我也會虛心的接受 所以不會頂嘴就對了 可以聽到洪啟明是強盜了 他自己是一個比較脾氣好的人 所以他覺得他相對來講 是比較不會來跟立法委員 有爆發衝突的可能 只不過呢 這未來的事還很難講 尤其是這個新任的內閣上任 就遇到了這樣子的考題 那麼未來 這新內閣在推動政務之餘 要怎麼樣做好跟國會的溝通 恐怕是接下來 他們需要來精進的問題 以上是國會風雲現場的最新消息